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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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歡迎大家 來到收看我們 現場直接傳播 第二屆三個五港京拉力賽 今早早 我們一早已經來到 海運大廈的停車場 跟大家準備直播的工作 今早的車手 大概八點多已經陸續來到 這次起點就轉了 來到海運大廈 但終點仍然會在 北京的名十三陵 他們會在十九號 到達北京 全場來說就是三千八百七十公里 大家也看到現場氣氛 很高興 今次的港京拉力賽 比去年的陣容龐大的 一共有四十三部賽車 出發比去年多了七部 而賽事獎金方面 也是增加至總值五萬八千元美金 是香港賽車史上的新紀錄 而頭獎可以獲得一萬元的美金 獎品就是很豐富 是啊 獎金非常豐富 但是我想車手來說 最主要就是向自己 他的技術的挑戰 可以說他們各出其謀 而且預備功夫也做到足 知道大部分的車手 去年也有參加第一屆的 三個五港京拉力賽 所以經驗來說 香港比較多了 應該這次比較完善很多了吧 是啊 賽道方面 去年來說 真的危機重重 驚險刺激 今年又怎樣呢 大會方面 希望更加可以改善 考察隊曾經上過去 所以今年的賽道 經過研究之後 是很盡善盡美的 家瑋 不如你跟大家說說 賽道的情況是怎樣 好嗎 好 跟大家說說 這次的賽道 起點方面仍然在香港 但是在海運大廈這裡出發 沿途來說 他們就會經過重化溫泉 成為第一個休息站 接著在禮寧 接著對上 就會到武漢 就是第三個站 到之後就會到洛陽 而終點就是北京 廣東省北部的山區來說 他們覺得比賽的路段 比較驚險一些 現在看到現場這裡 也跟去年有些少許分別 除了剛才有居家兵團的風敵隊之外 這次還有很有中國傳統的色彩 就是這個武師座慶 是的的確相當熱鬧 去年沒有這些儀式 今年很好氣氛 說回去年 如果大家看過去年的賽事 就一定會記得當時轟動的情況 在新世界中心 亦都是好像現在這樣 萬人空巷 而沿途在中國的境內 就是有五百名群眾 夾到歡迎的車手 而在終點站 明寧 芬蘭籍的車手 米高蘭是寄押群紅 威風嶺嶺長驅直進入頒獎台 這些印象 我們依然是印象深刻, 歷歷在目 不如現在我們就看看 當時的精彩情形是怎麼樣 第一屆三國五港經拉力賽 在去年九月十四日 在新世界中心出發 當日參加車輛有剩三十八部 有遠自歐洲的英國、瑞典 芬蘭、德國和美國的車手 亞洲有日本、菲律賓、中國和香港 出發之前可以說人山人海 第一次這麼大型的國際性比賽 當然吸引了很多人來參觀 首先出發就是一號車 三個五車隊的芬蘭車手米高蘭 她是前度世界冠軍 她是前度世界冠軍 拍檔就是客師 駕駛的就是黃色的 Ordi Quattro A2 這部車也只有世界冠軍 豐田斯力甲Turbo 莊華格是瑞典籍的車手 八五年東非大賽冠軍 除此之外還有日產和歐普 也是派出最佳的陣容上陣 走 走 路線首先要經過大帽山頂 然後進入敏感度 這個歷史性的時刻又再次寫下 中國第一次是有越野賽車 而且也有中國的車手參加 敏感度過關 所有賽車就正正式式 帶入中國境內 在中國境內飛馳了 所有特殊的地段會在開賽之前 一小時封閉 二號的莊華格公團車隊 斯力甲和一號三個五車隊的 米高拿競爭非常激烈 一路車米高拿所開的就是 四輪推動的Ordi Quattro 在多灣的地方佔盡有利的地位 稍為領先 計時的工作人員全部由香港提供 因為中國暫時沒有這方面的人才 入油問題也搞得相當麻煩 很多油車追不上賽車 這次決定入油的車 三天之前已經入中國了 連日趕路後勤車隊也頻頻發生意外 第二晚車隊是去到中途站武漢 長江大橋已經剛剛大家看過了 但是到了武漢之後 豐田車隊因為一個小零件未運到 被迫要放棄比賽 在這個比賽的時候 一號米高拿最開心 因為最有機會得到冠軍 由於在武漢出發的時間遲了 所以人越來越多來參觀這場賽事 剛才看到綠色車就是我們的同事 劉國成和郭峰所駕駛的 由酒店到武漢市中心 就要經過這個街道 全部都是人群 要勞動警察叔叔 來維持治安和秩序 由武漢到長城稱為北面的路面 大部分都是平直的路 到了長城很多車手都是第一次 入到中國第一次見到長城 所以他們真的想停下來拍照 一號米高拿首先到達 被第二名的車手杜夫領先了4分20秒 可以說是冠軍在手 而其他的車也紛紛到達長城 有一句說話叫做 不到長城非好漢 看來他們全部在那次比賽都成為好漢 車隊最後到達的地方就是明十三陵的神路 石人石馬在供候他們的刀林 三個五車隊一號米高拿 得到這次歷史性廣經拉力賽的冠軍 而車隊經過清理之後 就會進入北京市去到天安門 大家看到了 沿途受到交通警察的重重包圍 他們真的好像上奔一樣 大隊在九月十九號早上十點 去到天安門 車手和工作人員 紛紛下車拍照留念 登上冠軍台就是三個五的奧迪車隊 一號車米高拿 和副車手客氏 當然要開向奮慶祝 亞軍是日散車隊的道夫 貴軍是歐普車隊的為拍 這一個海運大廈的停車場 的現場和大家 現場直接轉播 就是第二屆的三個五 港經拉力賽的實況 看到現在車手已經可以說 就是準備就緒了 看上去應該就是我們看到 我們香港熟悉的車手籌委冠 剛才也跟他聊過 至於今次的籌備來說 比較充足 好像早兩個星期 他們曾經在大埔工業村附近 亦都進行過一些試車的情況 趁這個時候我們看看 三個五車隊的經理 道信這次也有出席 副車手是哥利 哥利和道信一樣是英國人 有胡蘇這位就是哥利 我們去工作室 然後回到工作室 道信這次使用一部 Odicquattro A2 這部車曾經得過世界冠軍 當然賽車最重要就是安全設備 檢查過之後樣樣妥當 Odicquattro就是四輪驅動的賽車 馬力達到400匹 是今次參賽的車輛裡面馬力最大的 加上是四輪驅動 對越野賽車來說大有著數 所以亦都被視為今次的大熱門 道信去年也有參加港京拉力賽 就排第四 隊友米高娜就得到冠軍 今年他的拍檔是瑞典的布提斯 也得到前度世界冠軍 三個五另一隊車隊 就是使用三陵史太龍型的越野車 車手就是來自中國11號的盧寧軍 領航員是趙燕長 去年他們用一部三陵的Lancier Turbo 只得過21 吸收到去年經驗 今年會好些 三陵這部史太龍 可以說是今次港京拉力賽而設的 馬力約220匹 四輪驅動 但奴陵軍對四輪驅動的賽車 未能夠完全掌握清楚 他說要慢慢熟習 中國另一位車手就是柳實 去年做維修人員 今年可以自己開 領航員就是趙薇薇 他們這部史太龍又跟奴陵軍那一部有些分別 柳實是用後輪推動的 馬力也是比奴陵軍的少些 只得180匹 跟普通街車差不多 但柳實說自己是開慣後輪推動的車 所以二十一號比較適合他 而他今年的願望 只是希望完成比賽 名次多少還是其次 看過三個五隊 他們在大埔工業村附近進行賽事 又回到現場的情況 這次來講當然就是三個五的歐洲車隊 比較上是視為大熱門 待會有時間再跟大家介紹 首先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就是中國隊派出兩支隊伍 來參加這三個五的港京拉力賽 現場我們看得到 很多記者也紛紛找中國隊訪問他們 較早之前我們也訪問過 中國隊的奴陵軍 現在一齊看看 現在趁各位車手未出發之前 我撞到奴陵軍和趙燕祥 我真的要跟他們聊一聊天才行 我就想問一下奴陵軍 他上次已經參加過過這個港京拉力賽 究竟他上次取得什麼經驗呢 奴陵軍很高興可以碰見你 那麼我想問你 上一次你已經參加過這個港京拉力賽 那麼上一次取得什麼樣的經驗呢 我感到取得一方面的經驗就是 在這個比賽當中要有很大的毅力 因為去年這個比賽我們第一次參加 路程又比較遠 又比較辛苦 又比較疲勞 比較困 我感覺我始終是在堅持 咬牙堅持 這樣就會成功的 奴陵軍就跟我們說 上次他第一次參加 路程是比較長 和比較困難的 他也在咬牙關來度過了這一次 取得相當之不錯的經驗 希望這次就可以好一點的 還有我想問你 上一次你取得21名 那麼犯了一點點小錯誤 那麼這一次怎麼樣去避免這個錯誤呢 我想最重要的還是把這個車駕駛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 始終不能頭腦發熱 要冷靜 超出自己能力的這個速度和拐彎技術不去做去 這樣就能保證我們很順利的跑完全程去得好成績 那奴陵軍我就問他 上一次只是取得21名 那麼就犯了一點點錯誤 那麼究竟呢 這次是怎樣改善呢 那麼他就說 因為上次在過彎的時候 就是那些速度是有問題的 還有呢 這次應該是要保持冷靜 那麼希望就可以取得更加好的成績 我現在呢就慢慢做手了 在酒音場心上了 那麼張英祥很高興這一次能夠碰見你了 那麼我想問你呢 你跟奴陵軍合作了這麼久了 你們的合作程度已經很緊密 那麼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到什麼階段呢 我和奴陵軍呢 在去年呢就開始合作了 到今年這個比賽呢 我們還是在一起 可以說吧這個是老搭檔 和他合作了這個我對他呢也比較了解 他對我也比較了解 兩個人在一起工作吧 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彼此都很了解 你現在至於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你現在有時候啊 這個奴陵軍這個煙癮有點大 我就要想到即時啊 想抽煙了就給他煙抽 但是呢也對他呢有所困難